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加拿大離散港人正等待一張 身份子 努力做好世界香港孩子 其實內文說重點說那三件事 歸速的審批速度,不知何時拿到永居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因為 加拿大的九三慶計劃 快拿到永居就選擇做加拿大 但現在好像出了時 接著他又說 生活很不容易,擔心失去工作 其實我之前的劇集都說過 加拿大找工作給英國是難的 真的難的 我之前有些客人在加拿大過來英國 他都說 認識人是可以見這份工作的 不是請,是見的 不認識人,連見都沒有見 難度是高一點的 接著還有些甚麼 努力適應文化,積極融入主流 其實都是… 他講這些全部都是辛苦的 說這件事 又是這樣說 英國之前我出過一集 英國是否比加拿大好? 我不懂得給你意見 如果你純粹是覺得 加拿大 留在 救生艇時間短一點 可以留到永居的 那少年你太年輕了 因為真的 現在告訴你 卡了車 因為他 批一個永居 批得很慢 很多人卡住了 所以你要想清楚 真的 是否真的去加拿大 你問我 亦都上一次 有些聽眾留言說 Chris Gordon 加拿大的冬天 不是經常留在家裡 只留三四天 我多謝你意見 但我都證實不了 真是假的 因為我沒住過加拿大的 但如果是就好 但是否每個省都是 冬天就是留幾天在家裡 那我真的不知道 不如讀賴文 賴文想說什麼呢 就是等待一個痛苦之無 特別就是 透過救生艇計劃 抵達加拿大的香港人來說 等待一天 拿永居身份 心境充滿焦慮感 或者 甚至本星期 有一百多名港人 去到泰華國會山莊請願 23歲陳先生 她說總覺得要做15號 讓政府知道我門 亡言生方 去年夏天 出永居申請 這個陳先生 她案件不知道 躺在哪一個角落 因為前面還 有無數人 才排在前面 根據移民局的部門顯示 截至二月底 移民局已經累積了 有九千宗救生艇 申請永居 二月份 一個月 裡面 批不出十個 一個月都批不到十個 那真的 還有九千個 那怎麼辦 我真的明白 我真的明白你的痛苦 真的 看不到將來 然後 由於有六萬港人 透過九申請 去到加拿大 接下來 還有四萬多人 會陸續 申請永居 陳先生又說 龜的速度 豈不是百年 又是難解 你真的很多事情 都解釋不到 你很久 接著 香港政局 香港政局 我不說了 她們 賣了香港房子 持著手樓上 僅有一點的資產 走出外面 算是一個堵住 其實也是 接著 就此一別 不打算再回香港 母親去了英國 我來了加拿大 很難想像 有一天我援 被迫 離開生活十幾年的島地 接著 陳先生又說 香港陳氏 那些我不說了 那些犯法的事情 不說了 她覺得自己 什麼什麼一元 不說了 但不是最前線的人 儘管如此 經歷過那種 千回百轉 第一宗之味 盡作不言中 真的有富士與志意 這些事情 真的 沒有錢 你有沒有人知道 開工不足 你又知道嗎 找招不行 你又知道嗎 天天在家等時間 沒有工作 你又知道嗎 我明白的 說真的 我真的明白的 接著她又說 但是 想想有一些人認識的人 在香港監獄裏面 我就會想 我自己很幸運 能夠順順利利走出來 她援 在一個 什麼 奧泰華 是不是叫奧泰華 找到所有 所學相關的工作 如今 只擔心一張 楓葉卡 遲遲未到手 最終老闆讓她 捲鋪走人 根據移民局 目前的說法 會推出過度性的簽證 發給那些工作簽證過期的港人 但如何運作呢 5月27日才知道 5月27日 現在5月24日 然後 生活很不容易 擔心失業 沒有工作 她這麼年輕 都擔心 年紀大了 為什麼 一名正在 屋泰華大學 劣讀書的劉學生 阿強 她雖然不是救生艇計劃來到加拿大紀元 但積極協助其他港人 在加拿大定居生活 她說 助人就是助己 這些高償的席租 我真的很讚賞 讚賞這些人 最重要是有心幫助人 不要找問賜 這是真心說的 在這裏所有人來到生活 都是很不容易 阿勇在這裏 救生艇計劃2021年開始 當年從登陸宅工作 華島永居 都以為很容易 但現在 來人來說 不懂是香港人 還是其他國家政治難民移民 但環境變得更有競爭 移民部門審批變慢了 工作難找了 令這些港人在加拿大 處境變得急急可危了 我明白的 因為你簽證到期 又不讓你工作 你老闆又不讓你工作 我怎麼搞 我到底上班 不上班 但我要吃稅 什麼叫吃稅 吃東西不用錢 睡覺也要租房 他舉例 我認識一個很優秀的香港 事不宜信 他時地理信息系統 但只獲得一年的簽證 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 這些優材都找到工作 所以你怎麼搞 正面臨可能維持不下去的難關 勇氣吹 我自己也算幸運 現在半工半讀 還有一些時間調整好自己的節奏 當然 身要先留下 即是身要留下 身體 身要先留下 才能安穩 努力適應文化 積極融入主流 對的 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來到英國 或者加拿大 有沒有積極融入當地生活 哈哈 飄容過海浪到太平洋另一端生活 陳先生 華勇在加拿大 從事多元化無法 總熟其治並不明顯 但文化上顯然難免存在 即是那種 其實一定有的 不說了後 大家明白就算了 今天陳先生說 例如我換在香港 茶餐廳 找服務員 肯自然舉手示意 但在這個屋太華 有人舉手找服務員 基本上是靠眼神交流 哈哈哈哈 等服務員走近 才表達數的需求 真是奇怪 阿勇有興趣 我們就在香港 學檸檬茶 但你不能說檸檬茶 別人會一瓣碎水 他會說 Ice Tea 隨便 真是厲害 哈哈哈哈 那這個動靈樓怎麼說 哈哈哈哈 我很想知道 這個屋太華 加拿大 政治中心 華人人口又不得不多 雖然難免孤單 但對著兩個人 練英文 融入主流 是有幫助 其實是的 當你硬碎硬碎 要去找一份工 全部都是老外 你一定要說英文 你是會厲害些的 你問一下 我自己 其實很少有機會 練到英文 我有八成七成的客人 都是香港人 或者國內的人 八成或者七成 只有三成是外國人 我都會說英文 但我都會說多了 即是要練習多一點 我都要練習多一點 說真的 兩人說 想要認識加拿大 有企圖讓加拿大 認識我換移民的種族 又要搞董國會山莊運作物樂 我換正在一點一滴學習 身為離散港人 他說他自己是 他換正在打好根基 接著就可以為香港做得多些事情 或許岸湖不能改變香港政壇命運 但是岸湖可能保留香港語言 文化精神 岸湖是香港的孩子 無論在哪裏 都會為香港做一點事 那他說的話 整個說完 我自己這樣說 去到人離鄉至物離鄉貴 這句定律永遠都是對的 真的 但是你記得一件事 去外國移民 什麼都好 所有事情由頭來過 是辛苦的 要適應的 要時間的 有些人接受不到 有些人接受到 有些人在痛苦中 尋找答案 什麼都好 總之就不是舒服 他說完了 真的不是舒服的 但最重要是有決心 沒有決心 我寧願叫你不要離開 那真的 因為你浪費時間浪費錢 沒有 因為移民真的要很大決心 因為有很多事情 無論工作問題 你要面對 朋友問題 你要適應 天氣問題 你要應付 住屋問題 你要解決 文化差異問題 你更加要控制到 很多事情 所以移民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今天先說到這裏 因為我拍攝一集 Chris哥已經去了禮物浦 我想明天才回來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留言 分享 拜拜